2019年的美国军费已经引爆了全世界的眼球,2020年美军的军费预算更夸张。 据3月11日日特朗普在国会上的讲话称,美国2020年的军费预算可能会高达7500亿美元,再次创造了历史新高。 这7500亿中,包括5450亿基础国防开支,1640亿海外晋级行动资金预算,还有320亿将用于核武器的维护和其他。 美国军费逐年上升这么庞大的数额,就连美国国会大佬们都吓了一跳。 但是也没有办法,如果美国不这么做,无法应对其他国家与日制增的军事实力,和中东地区越来越大的相抗。 为了实现军费的跨越,美国甚至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。 杜鲁蒙号航母,按照美国的武器装备发展计划,航母是重中之重,但也是最费钱的项目,一艘福特级航母造价就要上百亿美元,后两艘福特级航母更加昂贵。 所以,美国想到放弃杜鲁蒙号的大胜工作,因为这实在是有些费钱。 如果提前报废这艘航母,就能够节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,来建造新兴福特级航母。 除此之外,还有些战舰也在报废的名单当中。 杜鲁蒙号航母由此看来,7500亿美元,对于美国来说也颇具压力。 军费和武器装备,其实早就达到了饱和状态。 如果非要提高军费那么,必须省弃一些装备,如果非要增加武器装备,就必须替换掉一些老旧的武器装备,不然的话维护保养费,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 所以说,今后美国武器装备的总量,尤其是大型武器装备的总量,可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。 改变的是质量、性能。 请不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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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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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